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密封锁消息的传播 不然大楚复国必然会受到影响啊 现在连密朝世子也不幸遇难 你们还记得七王子密正吗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大夫 事情进展得如何啊 已经照你的吩咐 把孟倩派到怀庆府去了 孟倩倒是卖力 但毕竟是一个女流之辈 据报楚国已经派遣了高手 滕将军切不可掉以亲心 高手 楚国此刻 还有高手吗 没有高手 谁又能杀得了你的父亲 滕大将军 你 哼 光复楚国 务必找到七王子敏政 这把灵魂剑 务必交于他手上 好 噢 2 3 2 3 3 5 5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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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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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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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爷 请问刘根是住在这里 就前面那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定要尽快找到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在紫燕阁输掉了整个府邸 我借给你再多 你拿什么还啊 凭什么别人可以 我就不可以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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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 来消遣 还是喝酒啊 请问刘根是否在此 你 你找根 根 根哥是吧 跟我 跟我来 什么 什么 根哥 你要找刘根啊 是找他借钱 还是要魂账 你 不会胜养了吧 我要面见他 好吧 五十两 就是五十两 错 是五十钱 不是五十两 哥哥 算了 算了 姐 有人找我 死呀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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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胭脂粉 单有着一身女人的香 四 说吧 找我什么事 非要这事打扮 你是刘根 你都说了要找刘根 找刘根呢 要么还钱 要么借贷 那你找我是 请问你真明白 这里人都好 要么咱们去后边聊聊 去过我家了吧 是 是 小白是你杀的 那样的小猫你也下得了手啊 你误会了 我绝不会认错刺客 小鬼你们了 小鬼你们了 这位小爷 江湖不也要讲个规矩吗 我有好几种方式 可以让你开口 这位小爷 小爷 饶我一命 你想要什么 我可以帮你 跑啊 继续跑啊 你挺能躲呀 坐下 在下好选 你父王的左陆大将军 土甲的弟子 我被委认为 殿下的贴身侍卫 之前的鲁莽 还请殿下谅解 有你的呀 居然找到撤了 让殿下受惊了 找到殿下 必须找到你的真正拘损 我 三个助理 都逃不过追杀 不是追杀 我是专程 来接你回去的 你当我是傻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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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殿下收好 请殿下收好 你买到哪儿 如果皇上就稳定了 你会送到殿下 有任何后 没有 就没有対象 非命的傀儡君王 君王 也不过是个头衔而已 我不感兴趣 要去 你去 好啊你 胡大 快 下午一个女人 把我这帮兄弟给打了 哎 我们也是靠脸吃饭的 这以后 叫我怎么混啊 胡大 这又不是我做的 根爷 听说你藏了很多私房钱 多给几个花花呀 拿钱 胡大 不想跟我干了 命都没了跟你干啊 对 各位 那个女人说你很值钱 要把你给卖了 胡大 你脑袋撞墙了吧 说我脑袋撞墙 好啊 兄弟们 编她 但我俩是横喊而降的 胡大 给我教训她 胡大 打她 我 你凭什么把我收着 给的用不少的 怎么说把脸就把脸啊 官爷 您这是几位啊 官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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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这儿有酒有肉的 还要没椅子啊 别不要刺 你们呢 住手 大哥 就是她 看来冤家路窄啊 放开她 这位大侠 就是你威胁我小弟的 这个地方是我大哥的 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 打 哼 殿下 我来迟了 老板娘 胡大 胡大 浩雪 刺杀唐将军 有你一敏 浩雪 你把米旧太子交给我了 我们定会细心照 也会安全地带回叶城 不用了 我的太子 我自己保护 天牧 不要白费口舌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干吗 现在呢 你目前的警示 需要合作 他们是谁啊 为王御用的刀锋卫尸 此行的目标就是你 不如咱们俩合作怎么样 滚 不如咱们俩 这个地板可是我胡大和胡二的地板 你最好还是听我的 大哥 厉害他们 上 野小快跑 什么 跑 追 追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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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 这 走 都是你带给我的麻烦剩 都是你带给我的麻烦剩 站住 到底是怎么回事 殿下 你必须活着离开这里 走 兜风卫士 以前只有楚国追杀我 现在卫国也追杀我 看来我又要开始流浪生涯了 不会 我们回到夜城 你不但不必流浪 你还能拥有一个国家 为了躲避此杀 我在这里偷生了十四年 你现在要让我回去 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 活下去 好啊 那我们走吧 我哪都不去 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没有绝对安全的弟子 他们会想方设法地找到这里 并且他们会杀光这里所有无辜的人 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 你不是说过 求生是你唯一的兴趣吗 现在已经别无选择了 好吧 跟我走 我知道一条路 虎甲将军呢 说来话长 我的师父 为了让师兄雷接近魏王 进而刺杀 已经自问 雷师兄提着师父的人头 去觐见魏王的时候 不想此击被识破 后来二师兄惊产 为了让雷放弃刺杀 也被魏国的案件所杀 没想到图甲将军 为楚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怎么了 我们需要两匹马 这大晚上的上哪找马去啊 再说了 我 这个不用担心 我有 我有更好的路子 喜欢哪两匹 中间那两匹 行驾呀 这两匹是好马 应该没发现 超马呢 我跟您说 我以前偷过很多东西 偷马呀 还是第一 喂 干什么呢 走啊 你这是干嘛 整个楚国都是你的 这不算偷 那你放钱干嘛 他们太辛苦了 就当是替你打赏给他们 赶紧走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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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哎 宋子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去你家 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的 我猜你八糟就在这儿 哼 哼 他 他是 他是你新找的女人 哎 行了 别胡说 哦 来 哥哥 嗯 我跟你说 你走了之后 老板娘 被他们抓走了 你 你赶紧逃吧 我这不是逃到这儿来了吗 他找到你了 废话 要不然我就在家睡觉了 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啊 唐永元有很多死事 蒙茜 除了他主子之外 谁都会杀 你知道他 你怎么知道他 哼 宋子呢 以前也是腾永元的死事 以前为了完成屠杀任务 后来 为了隐瞒真相 被腾永元下令处死 这小子命当 可逃到我这里来了 被我救了 可逃到我 五年了 你们还饿着肚子吧 哥哥 我去找他吃的来 好 好 喂 你在干什么呢 这是我安抚逝者的习惯 我的师父 两个师兄 还有死在我剑下的敌人 你居然还安抚你敌人的灵魂 你就不顾你心中的仇害了 其实再坏的人 本性都是善良的 年少我在楚国学剑术的时候 只找一个传说 说人的邪恶是因怨恨而生 和敌意而生 所以每个邪恶的人 邪灵会隐藏在自己的剑中 那个时候大人们常用这个故事 来吓唬我们 说邪灵都是靠喝人血的一首 最后使剑变得邪恶 长大后才明白 这个故事是告老 不要因仇恨而丧失理智 我是相信剑里面是一副邪灵的 小时候的故事你还信哪 这就是为什么你小心翼翼地对待死者的原因 你就是不想让自己受到侵蚀 对 自从师父收养了我 我就知道 我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两个哥哥的灵事让我更加坚信 只有用剑 才能保护我真爱的人 捍卫国家 但是不能滥杀无辜 否则自己不就跟剑里的邪灵一样呢 当人们握着剑的时候 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捍卫吗 绝对不是 首先是杀了我 这是人的本性 哥哥 我回来了 哥哥 快跑 哥哥 快跑 你 上 宋子 你 别去了 有埋伏 竟然是宋子 不是几年前被首领处死了吗 居然还活着 哥哥 快跑 宋子是我兄弟 我不能不管 你出去也是白白送命 不要出来 你 小子 只要不行的 不要再出来了 宋子 咱们已经五年了 这五年咱们不容易 我不能丢下你 再过去这么多 我们还三个洞在死在这儿 宋子 宋子 好好活下去 不要 不要 宋子 万事在死 快 嫂子 走啊 走吧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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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傀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王希望楚国的皇室能够臣服于我们 以楚治楚 以平息楚国内部的动乱和纷争 但是你如果把楚国皇室成员全杀光了 大王就有可能不再信任于你 你若想成就大业 就要放下你的私心私仇 从长计议 你得尽下心来 才能钓到大鱼 不许多 那么多 你自己要听了 可是我怎么可能 也许多 还想不许多 还不许多 你最后也不知道 你的话 算一下 你 小学 你已经有什么 你打算就这样熬一晚上吗 在外守护殿下是我的职责 殿下不必担心我 与其这样在外面冻着 不如在屋里坐着 殿下是楚国未来的君王 不能惹上任何流言蜚语 这里是楚国边远地带 谁会看见 有没有人看到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殿下在天下的任何地方 都要光明磊落 说得就好像 真的成了君王一样 此次楚国所派刺可耗血 并非等贤之非 昊磊 昊磊 正是之前刺杀唐大将军刺可 昊磊 他是图甲弟子 图甲有三个弟子 是楚国卫列前三的剑客 之前潜伏在魏国刺杀大王的刺可雷 和金蝉死了之后 就只剩下这个好学 可谓楚国第一剑客 好 这一次 我亲自出马 你在这儿等我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赶 放心吧 那你快去快回 昨天有人来过 交代不得对任何人施予金剑散 他们是谁 魏国的刀锋卫士 谁 把剑 明镜 跟我回魏国 想都别想 我来就是要带你回去 跟我说这句话的人太多了 要么活着 要么死 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不算是 你还没什么 我就答案了 我让你回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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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快走 快追我 快追 快追我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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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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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两天你所看到的我符合你立想郡王的标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你一定会成为一位明君 他走的时候我都没再见他一面 我都没再见他一面 那我陪你去祭奠 我去给你打水喝 殿下 殿下 隐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潘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你在干什么 染发 染发 滕将军不是白头发吗 你 卫王又发进来催 怎么回复 就说还没找到 我杀掉浩雪 我绝不回去 这本来就是我的主意 我能应付最重要的事 我不想让你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殿下 您忍着一下 刚才的情形很危险 多怪浩雪没有好好保护殿下 请殿下降罪 别这么说 不碍事 谢谢殿下 这就是当年 你在战场上留下的刀疤 我也只是听说的 听说当年你跟湘皇抗击魏国的时候 你也只有十五岁 将军 你没事吧 将军 你没事吧 没事 从庄室上看 应该是魏国人 我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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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漂亮的风景 却不能静静地欣赏 殿下还真是好雅兴呢 凤火连城 赶紧休息 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还好有个林子 能让人躲风避雨 这是干嘛用的 这是干嘛用的 这是为病人准备的 我又不是瘸子 来 给我吧 我自己来吧殿下 嗯 什么时候学的慕公华 我最初在紫燕阁 靠给老板修家具生活 再后来 给那些赌客放高利贷 所以嘛 这样的生活 与君王的完全是两个方向 其实你十五岁的时候 将士们都已经确定你时了 你在战场上那么勇猛 战场杀敌的时候 太引人注目了 你还知道些什么 当时参战的还有其他几位皇子 但是没有像你一样勇猛 你是一个在危难时刻 可以依靠的人 正是那个时候勇猛 才有了我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你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我相信你 没想到你穿上女装挺漂亮的 我们乔装成卫国人 直接穿过关卡奔赴引渡 这是最快的路 特别想兴肴 对 这是隆重 卫国在搜查楚国的残兵 这些时而抵抗的兵士 不是正规矩 是楚国躲避的侨夫和百姓 孩子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我饿了 姐姐给你拿馒头 来 回吃吧 孩子 你怎么一个人 你的父母呢 不知道 去吧 姐姐 你可以领我去找我的爹娘吗 殿下 喝水吧 来 来 来 行主复国是我的职责 我应该为楚国的子民奉献自己 我验证了 验证战争 验证死亡 本来眼睛就大 不要等了 挺吓人的 其实战胜敌人 才能远离死亡 深刻 小姑娘不要这么深刻 要快乐 来 我们来唱首歌 不会 我唱给你听 好 小雪 准备点柴火 一会儿给你烤鱼吃 这么厉害 拿着 我再去抓两条 好 浩雪 好 快走 浩雪 来 快 快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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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 抢 走 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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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追 走 走 童玄 你知不知道 剛才你差點 就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你的生命不屬於你自己 是屬於楚國人民的 是楚國未來的君王 你真的不能顧及我的微笑之躯 浩雪 你臉色好不好 我扶你吧 我沒事 雖然我們有能力在保護殿下 但是我也不能成為你的包袱 正如你說過的話 作為楚國的君王 生命不僅僅屬於自己 而屬於楚國的子民 如果我真是楚國的君王 當自己的臣下 在要面臨死亡的時候 我還是選擇只顧著自己的生命 這樣的君王 我堅決不當 來 我扶你 走 走 在下趙遷 恭候親王子歸來 姐姐 放開 快去接見 好 趙將軍快快請起 将军 殿下就托福给你了 奥雪 奥雪 拿着 好 去到 知道为何火速招你们回来吗 你的杀气太重 对于楚国太子 只能擒不能杀 魏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已经派遣弓箭部队 由他们来追捕楚国太子 你们刀锋卫士 暂且暗兵不动 但是 这是魏王的命令 还请将军遵从 我之所以召你来是因为童永元 本来这次的任务是你们刀锋卫士 可是魏王派出了弓箭部队 我也爱莫能助啊 请让刀锋卫士继续吧 我们一定能完成我们的使命 我也想让你们去啊 我也想让你们去啊 魏王已经派出了弓箭部队 王命难违啊 不过 你要是真的想去 也还是有一个办法的 啊 啊 啊 好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我是魏国的将士 是可杀不可辱 小样 要是这样的话 滕大将军的承诺 我可就无法完成了 啊 哈 啊 啊 啊 我只想跟随你 不管你身在何方 所为何侄 对于我来说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永远都是一样 等我杀死楚国唯一的太子 魏王就应该派遣我 接替父亲的职位 继续铸扎在楚国的首都叶城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不但拥有楚国的土地 再加上秦王的暗中相助 咱们不费春暉之力 便可以宣布楚国的独立 而和魏国华清界限 到那个时候 我腾有缘 不 到了那个时候 是我们 便可以在楚国的土地上 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 赵将军 昊雪他 昊雪他已经脱离危险了 应该很快就会醒过来 昊雪说 殿下想祭拜你的母亲 我派护卫 随你一同前往 多谢赵将军安排 我想独自和母后待会儿 去众已经代替魏王 给弓箭部队下令 在我们秦驻楚国太子之前 不许擅自行动 你和弓箭部队联系上了吗 当然了 如果他们不知道你们还在 有可能把你们当作楚人进宫 这是刀锋卫尸最后的机会了 这次不管是谁先找到他 你已正死定了 你什么意思 还不肯放弃你的想法 魏王要的是活口 魏王的意思 我懂 杀了我 你能活命吗 谁说是我杀的 是楚国人杀的 或者 我能找到更好的解释 是魏王太子杀了你 我为了帮你报仇 所以杀了魏王 你这个 忘恩负义的小人 你就不知道该恩吗 敢恩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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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狗的行为 那是狗的行为 传 徐大夫口谕 所有弓箭部队 由我滕永元亲自指挥 黄炼 Same as 我 你们 一 的 劲 那是我 我们要先 郝将军 浩雪 你醒了 太好了 殿下呢 我怎么没看见 殿下去了楚王妃的墓地 昨晚殿下 少了你一夜 他一个人吗 我问过他 他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去 不行 我们去见他 快走 是同永园来了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殿下有危险 快走 浩雪 还叫荒水 浩雪 快去 等会我和你们会合 走 滕永园 想要保护你未来的军王吗 只有一个办法 战胜我 快走 尽快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没想到你的功夫 还是不错的吧 成家庭 上了他 对 是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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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孟将军 滕将军和赵新智的交锋 你去帮滕将军 日夜交给我 走 走 娘 孩儿想你 娘 孩儿回来 娘 娘 我终于活到了这一点 继承父王基业 兴处复国 我一定会把失去的都拿回来 兄弟 醒醒 兄弟 兄弟 怎么回事 浩雪收了醒来 就叫上赵将军去保护你 在去的路上 遇见了刀锋卫士 董永元和孟谦 杀了赵将军 天鹏车和浩雪手里中毒 杀了他 兄弟 兄弟 船尔 船尔 拿着 成为家 费 你 死吧 你的侍卫号手赵钦已死 我得要看看还有谁来守护你 都说你们楚国王室的剑术一流 今天我得要见识一下 杀掉你这最后的太子 我便是这里的王 张将军 你别动手 亲自来 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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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上 你的侍卫浩雪 赵钦已死 我倒要看看还有谁来守护你 殿下 殿下 我 三月的雪 模糊了一切 心头抹不去 有一些 思念一段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再打下去你只有死路一条 生命本无意义 我用死赋予生命意义 这是我们此刻的归宿 拿出故事为何 想的越多越多伤疤 如果有机会选择 我再也不想做刀锋卫士了 但你我 都有各自肩负的使命 有千块我愿变成那颗渺小风沙 你像雪花飘飘荡荡荡 落谁家